这期节目我太太讲电视剧 我在旁边喷羹 这样我能休息休息 好久好久没有说电视剧了 是因为我觉得今年下半年 我不知道是因为上半年有太多好趣了 还是因为说我太忙了 我没有空做BGM 美剧我也没有发现有好的美剧 但这个我知道 美剧是为了罢工 编剧罢工 然后我在等Rocky的第六集 据说在拍了 我不知道下个月有没有可能能够看得上 下个月也就只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了 但是也就是在这两天 我发现了一部非常好的剧 其实我早就想说了 只是我们一直没有这个时间 故乡别来无恙 任素希 史册 李雪芹 还有王子玄 这个王子玄我搞错了 不是那个演和神里面 那个小生婆的那个王子玄 是另外一个王子玄 好 其实这部片子我当时看到他的这个名字和他的那个 任素希这个演员的时候呢 我就知道他一定是属于他乡系列 因为在去年有一部叫做 我在他乡很好 还叫我在他乡挺好 当时这片子里面是有精进的 我对那部片子的印象 其实那部片子据说也很好看 但是我没有看下去的原因是因为 片子一开始就是精进跳楼的那个桥段 对于这种你明知道他那个结局可能是这一种很扎心的结局的片子呢 我就不打算看了 而且它是我在他乡很好 也就意味着说那些北漂啊 上漂啊 升漂啊 那些人 那么故乡别来无恙 我们也不漂着吗 我们不漂了 哦 我们不漂 我们不上漂 对 没有人叫有人叫移民叫漂吗 美漂 叫润浪 不叫漂 那么互相别来无恙呢 我其实不单单是冲着那个人素西的 我其实是冲着李雪芹的 我一开始也没搞清楚 就是他一东北大茶子怎么会去拍 跟成都有关系 对 具体我不用太多剧透啊 现在那个很多那个短视频平台都是很多很多这个片子的这个截屏 而且很多桥段特别特别有意思 但我唯一想说的是 第一 现在的演员松弛感 尤其是好的演员 在演戏的时候松弛感特别强 我记得我当时刚看了那个第一集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 我说是不是现在有一种演技叫做纯性刻板演技 就相当于我们俩在聊天 我们不可能每一句话都讲得特别顺 会N啊 啊 这个这个这个 那个那个那个 任淑西在这种片子里面 他有好几个 比如说在和闺蜜啊 或者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他就会显示出来这一种 很明显未必说话说的特别顺 可能这句话被打断了 可能怎么怎么样 就特别特别自然 自然到了就是你就觉得说 他甚至没有刻意的用所谓的复式发声法 来让你觉得好像 哎呀 离着十丈远 我都能听得清楚他的说话 你说到这个 我提供一点 我呢是跟着一起看了几集 看了不多 你刚才说到人肃戏 我觉得什么特别强烈的感觉 我个人觉得啊 人肃戏还是适合演电影和舞台剧 他在这部戏里呢 我觉得就是感性的来说 太powerful 就是他的力量感太强 会把整个戏带到他的节奏里面 不是说整个戏 因为他是电视剧 电视剧的剪辑和电影不一样 但是只要有他在的这个桥段和情节 一定会被他带着走 而且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演员 特别是他演的舞台剧和电影 我会被他带着走 包括那个时候驴得水 还有那个时候那个讲抢劫的那部戏叫什么 那忘了反正就是四个字的那个 对反正他有很多的这种戏剧 他的这种张力太强 所以他其实我觉得在这部戏里面 还是在用演电影的方式 在演电视剧 那就会显得不是用力过度 不是用力过度 他一点都不用力过度的 但是就显得只要有他在的桥段 就会很突出 对我知道 所以你看像他这么一个 就用网友的话来讲长了一张驴脸 因为他真的不算好看 对不对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人 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戏里面 很让人很突出 我想起来那个小的 就是他跟史测不是一开始吵架吗 就是生孩子不生孩子 就是那段吵架 对 其实史测也是个张力非常强的演员 而且他也是舞台剧出人 但是你看他们俩在这种对手戏的时候 任素希就完全盖过他 但是你不能这么讲 任素希是一个保险经纪人 甚至于是分公司的负责人 史测就是一个美妆博主 当时还怀着孕 我觉得从这点上面来讲的话 那你从这个人物上面 是OK的 OK好 既然讲到史测 那我就再讲 这部戏里面啊 你会发现 现在已经 我个人觉得 所谓的流量明星已经不存在了 他们都会用喜剧演员了 你说李雪芹 其实我更意外的其实是李雪芹的演技 或者至少我认为这个导演把他给调入出来了 我太太第一次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是这么说的 我说所有的生意 其实拍电视剧和电影和娱乐圈 和所有的生意是一样的 终将会回归沉淀到最原本应该有的样子 那些流量明星 他只是所有的行业里面一样 像流星一样的划过 这些流星需要的 但是他最后沉淀不下来 对 所以你看人家都说了 现在不要流量明星 现在都是喜剧演员 对吧 李雪芹 那个奇葩 是奇葩说吧 我没有 李雪芹一看他也是网红 他也是脱口秀 不不不 他最早是网红 在被脱口秀大会请着去的 OK 他也是网红 然后史测 其实从我的角度 只是从那个一年一度 喜剧大蒜里面 你为他们吧 但是其实我后来去看了一下 他演过很多 对 他其实已经演 他这样你说的 他也是舞台剧出身的 演话剧的 他演过很多 但是他真正的开始出名 是因为那个一年一度的喜剧大赛 被普通观众 被普通观众 然后的话呢 他在里面演的这个美妆博主 我认为这个形象很到位 因为你说史测真的美艳到什么程度 其实不至于 但是他就是可以在这个片子里面去演一个 自以为自己很美的美妆博主 然后包括生孩子那一段 一定要学现在的自媒体博主一样的 这边一边在叫腾 一边还在说拍拍拍 拍我这个脸 这个特别好看 就这些 还有他里面很多很多的桥段 我觉得很真实 就至少我认为现在的编剧呢 真的不再是穷瑶那个年代的编剧了 这个片子里面没有什么恋爱脑 真的 这是我很喜欢的 没有什么恋爱脑 我反而觉得那几个男主啊 还那么带了那么一丢丢 说到喜剧演员 我还得想到就是那个张策 对吧 就是也是和 张诗 对张诗 sorry 也是和那个史测一样 你是敏威出来的 一年一度出来的 而且他在之前 其实已经开始 算是步入到偏高级的演员 因为他在满江红 就是张艺谋的满江红里面 演易烊千玺的一个副手 就号称他们当时说 易烊千玺和他两个人 就要演一个叫 没头脑和不高兴 知道吧 他就是那个不高兴 然后易烊千玺演的 就是那个没头脑 所以他已经是等于 被大导演给历练过了 然后的话 易烊千玺的演戏 但是整个张诗 在这部片子里面的感觉 真的是很不错 甚至于我有一刹那 我都希望 无人数区的官配是他 而不是另外哪一个 说到易烊千玺 我就不得不说一句 我就忘了 我以前在节目里面 有没有提过他的演技 毕竟不好意思 小弟我以前小时候 也是学过表演的 虽然学一巴金 你看看 我觉得易烊千玺是有进一步的 但是从基本功来讲 他小弟弟还是有很多的发展空间的 你就这么说 你们回头去看另外一部戏 长二十二十成 他真的拍得不错 而且导演也把他调教得不错 老演员也带他带得不错 但是就他那个口条 大哥 就他那个排死功力 他那个时候才17岁 你稍微那个 我们也都 演员都是从几岁开始训练的 你说几岁的演员 那种琼瑶阿姨的金鸣 也是从几岁开始就拍电影 来来来收回来 收回来 你们回去看看长二十二史上 有很多打逆光和强光的镜头 他在那里说台词的时候唾沫乱飞 没有没有 就唾长二十成的第一集 在第一集里面 他在那边讲台词的时候 那个逆光 唾沫乱飞 但是这个台词老师绝对不允许的 你拿了一张餐厅纸在前面 你说话 你必须是唾沫不会把那个子弄试的 为什么 因为这就说明你的嘴皮子没力气 你知道吧 你说话不清楚 那一段也非常非常的可怕 哎呀 反正如果是我小时候台词老师 早就把我骂死了 你知道吧 那不可能 收回来 收回来 我们干嘛讲异洋千玺 对吧 然后的话呢 其实这个片子里面有很多的桥段 我真的觉得是非常戳中人的 比如说我之前看了一个桥段 这位这位仁兄啊 用了48小时才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对吧 那个桥段是他们高中同学聚会 然后呃 期间来的另外一个高中同学 大家都很信奉 因为也是一个品权兼优的一个学生 然后的话呢 没有右手 没有 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往这方面拍 你就看到他很利落的用左手 开酒瓶喝酒 巴拉巴拉 然后大家刚好背之后 任苏西那个角色就说了一下 哎 珠光你怎么什么时候变左撇子了 嗯嗯嗯 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吉他的 他就停顿了一下 然后就半咖玩笑的说 那个十几年前吧 我在绵羊读大学 我把右手留在了那 我把手留在了学校 我没反应过来 关键这位仁兄没反应过来 我在那一刹啦其实是泪目了 我没反应过来 试试08年的汶川地震 我真没反应过来 嗯 包括还有很多人其实都在说 为什么像他们这种 成都 成都也是大城市 为什么你成都的孩子 土生族长的成都人 你要跑到北上广深去打 对不对 有很多人在成都其实少日子很巴士的 诶 其实像任苏西这种角色 他就用实际的告诉你 我就是要远离父母 我不想跟他们说话 我不想跟他们多解释 但是这就是所谓的就是一些你可能过不去的点 可能10年20年30年你仍然过不去 那这一点我知道你也许不能理解 但是我相信如果看过这个片子 人知道我在讲哪一段的心里面都会明白 尤其是女性有些点是过不去的 我能理解 因为这两天我正好再写一个报告 我再看2022年就是去年 川渝地区房地产高级管理人员的平均薪资 低了点 前10%的高位工资是12.88万人民币 那是2022年哦 就是去年 我那个天哪 那是人家不能说人家日子就是好过 换算到税后收入 其实你每个月到手 一万都不到 就是前10% 川渝地区 整个川渝地区 包括了重庆 那个算高到12.88万 那个那的确 这位这位他的报告不是那个人社部的报告啊 不是不是瞎瞎瞎指瞎来的报告 所以这片子基本上快结束了 应该就30级吧 我今天可以看2728级的吧 快结束了 我不用管他是不是happy ending 至少不会像之前他乡的我片子 至少不会跳楼的场景 第二呢就是这些人其实他们设定的年龄是两个33岁 两个可能256岁 有公务员有研究生回家里面找不到工作的 有做美妆自媒体博主的 然后也有做保险经济 然后在家人眼里面就觉得说天知道你的梦想是什么 你的梦想就是卖保险 就是类似于这样子 不是什么社会经营人士 也没有强调这些人士他们里面有多少是什么富二代的人社啊 或者说是这个一夜暴富啊 甚至于很多都是那种非常鸡毛蒜皮的 所以非常贴地气 如果你是一个穿越地区的人 也许你还会觉得那些香音啊 但这点也是我吐槽的一点 不是曾经说过这种电视剧不应该用 用用用用用用那个所谓的香音吗 结果这部片子其实它大概超过一半时间全部都是成都话 还好成都话还不太能不太不太难理解啊 你可以用广心话的表妹嘛 我还全会的 不过这片子最后我想讲一点 它有一张海报 这张海报其实我在小红书上面想说的 它咋拍的跟漫长的季节一样 漫长的季节那可是一部凶杀案啊 你贴给我 我就用你说的那张海报做这期的封面 我去小红书上面找一下 反正值得一看 这片子一开头给我的感觉呢 和去年我看那个 还是上半年我看的那个 《等去有风》的地方 刘亦菲的那部片子 感觉是一样的 就它给了你几个非常合理的理由 这些人从一个地区回到了另外一个地区 然后的话发生的一系列的这个故事 还有就是真的挺温馨的 可能有的时候也过于理想 比如说父母会和孩子和解 那这些事情在我看来 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会发生的 但是呢 你把它想象成一个电视世界里面 那可能这还是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结局吧 好了 你休息好了吧 我们该清风了 好的 好 推荐这部片子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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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